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沙拉越政府今天宣布 即日起禁止14天之内曾经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 至于沙拉越当地人呢,要是曾经在这一段期间到过中国的话 也必须强制隔离14天 至于沙巴政府呢,他们前天已经宣布取消当地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 而一些中国游客就因此滞留在沙巴,有家归不得 接着中国政府已经派出了两架客机 把滞留在亚币的123名中国游客带回家 随着沙巴禁止当地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之后 中国政府昨天派出两架客机 再送123名滞留在亚币的中国游客回家 放眼望去,亚币国际机场内几乎所有中国游客都戴上了口罩 工作人员也不忘在登机前向他们温情喊话 那么这也通文体现了我们这个祖国啊 没有忘记大家,时刻牵挂着大家 在等候登机期间,也有人向前来接送他们回家的人员打气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你们多个人也要保重 你要见见看看啊 我们有会也会接受你们的 由于武汉肺炎病毒的传播力十分强大 中国游客需要通过两轮的体温检测才可以登机 而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时刻穿上白色防护衣 做好防疫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我国政府也快马加鞭进行撤侨工作 我国驻中国大使诺希尔万在那阿比丁说 中国当局已经批准让滞留在武汉的117名大马公民回国 而新报也引述消息说 目前有6名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前往武汉进行身份的鉴定工作 不过大家也知道 自封城那天起 当地的公共交通一直处于停摆状态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必须开上大约1100公里的车程连夜赶路 估计会在明天凌晨时分抵达武汉 另外一方面 我国外交部昨天也发文告指出 有大约40多名在北京留学的大马公民 已经在这个星期安全地抵达我国 这批学生下机之后 也在机场接受了体温检测 并获得了卫生部派发的检疫工具 让他们在家进行14天隔离的同时 能够随时观察自己的健康状态 目前这些学生的健康都没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